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月22號 今天跟大家看一則突發消息 其實在內地已經爆上熱手了 Simon甚至懷疑會不會有些神秘的力量壓緊他 這些神秘力量大家想想 1月16號蘭州市人民檢察院蘭州市公安局聯合發布通告 2022年蘭州市公安局徵破以李某某為首的影視投資詐騙案件 這些犯罪團夥精心設計編排話術 包裝成港師助理的身份利用微信QQ等的社交軟件 採用推薦股份的形式去吸引投資人投資股票 之後就誇大電影製作成本以及票房預期收益 引導投資人購買電影的收益份額實施詐騙 之後就只是將其中的小部分詐騙金額 用於支付給電影出品方購買份額 正如的款項就是用於實施詐騙運營 以及個人揮貨 案件涉及四間影視傳媒公司一共12部電影 媒體之後就發現當中包括郭富城、楊千華主演的電影《麥露人》 以及舒奇主演的電影《皮子愛人》也都位列其中 報道也有講到一些受害者的案情經過 當中就講到其中一名受害者42歲的李生 在2020年就被拉入一個股票群 裡面有幾十個成員 群裡面的老師就以網絡直播的方式 向一些成員講解股票知識、選股方法以及推薦股票 李生就加了一個助理的微信 開始收聽直播 在一次直播的時候 老師就號召大家投資影視行業 並且推薦了由郭富城、楊千華等主演的電影《麥露人》 李生就記得 老師就說之前的電影投資收益達到2.8倍 如果跟他投資電影《麥露人》 保守估計票房15億 可以獲得投資額3至5倍的收益 而同時老師也都推薦了某一間 北京西文不敢說名的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並且要求群成員添加宣發部經理的微信 李生就在那間公司的宣發部經理那裡所知道 這個電影投資份額每一份是10萬09千 可投資多份 直播期間 該公司的李總還參與直播 號召大家投資電影《麥露人》 幾天之後有關投資電影《麥露人》的轉帳匯款 紀錄截圖被發到群裡面 來證實投資的真實性 公司的宣發部經理也都用微信向李生發送了 有關公司是電影《麥露人》聯合發行方的有關圖片 進行作證 在2020年4月30日起 李生就先後轉帳了10萬09千 並且簽署了電影聯合認購協議書 報道還提及到另一位受害者 今年85歲的喬生 他在2019年8月通過電話推薦 加了一名戰鼓老師的微信 戰鼓老師就跟喬生說 可以通過關係幫他爭取一些投資電影的機會 將近一個月之後 在戰鼓老師的介紹之下 今天喬生認識了一位影視項目經理 戰鼓老師就跟影視項目經理 就跟喬生說 某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是一間實力強大的公司 跟郭富城、楊千華等一線明星合作 當中電影《麥露人》將會成為爆款 可以賺幾倍的回報 兼且沒有任何風險 之後喬生就通過支付110萬 獲得該電影的0.5%分額對應的投資收益權 公司還跟喬生簽訂了電影聯合投資協議書 一開始在參與投資者的眼中 這一宗投資是一宗好生意 除了有一線明星做背書 相關的投資協議書 還顯示甲方即是那間公司 承諾若果本項目未能上映 甲方可按照月方實際交付的投資款數 存額回購月方所有投資額對應的份額 而且還會按照8%的年利率的標準 來結算支付月方的利息 即是保證上映 若果不上映 回購你還要給8%的利息 但是這些投資者並沒有如期地拿到高額收益 反而為了討回本金和影視公司打起官司 案件的投資受害者 騙及北京、江蘇、浙江、福建、湖南、廣東等多地 報導以某文化傳媒公司為例 在2021年以及2022年 就已有文事判決書以及裁定書 多達30多份 針對未上映的電影 被告的公司就說 電影已經取得公正許可證 因不可抗力未能上映的 就各自承擔責任 針對一些已經上映的電影 投資者未能夠拿到高額收益 被告的公司就說 電影上座率非常差 自己是沒有違法的 報導就說到 注意到多份民事判決書和裁定書當中 涉案公司是否存在欺詐行為 是主要爭議焦點 對於一些沒有上映的電影 部分法院就支持投資者的民事塑請 但是一些已經上映的電影 投資者的民事塑請 多數遭到法院駁回 當中依據不足成為投資者 維權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院在駁回喬生的訴訟的時候就認為 涉案電影《麥露仁》已經合法上映 兼且被告公司已經提供了證據證明 他通過簽訂相關協議 取得了電影的相應投資份額 還在協議書裡面原來明確寫著 投資的風險已經採取合理的方式 提醒了喬生 喬生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單憑一些外人的說詞 就輕信電影投資可以賺幾倍的回報 而且沒有任何風險 所以就簽訂合同支付了110萬的講法 是不符合日常經驗法則的 報道裡面還有提及到法院駁回另一位受害者 訴請時候的說法 但是三人認為比較類似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了 他還有說到 在庭審當中 多數個人投資者 在控訴涉案公司的時候 曾經承諾高回報 但涉案公司就說 投資者作為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 正正常常的成年人 你是有一個成年的 你不是傻仔 那意思 對協議書的內容 以及涉案電影的相關訊息 是具備一定的認知能力和識別水平 Simon說的 即是Simon說得比較直接 事前就說怎樣高回報 事後呢 炸壺來的 蝕到洞了 就說 你不懂得去分辨這一單投資 賺不賺錢的嗎 這樣的意思 案件去到最新的情況 就有說到 在2020年底 相關的電影投資騙局的訊息 就在網上流傳 一些投資者 開始進行維權 2022年7月13日 一份湖南省益陽市的一個人民法院 所作出的裁定書就曾明確在明 這一單民事案件當中 有涉及刑事犯罪的可能 在2022年9月26日 蘭州警方就第一次對這一個案件 發布偵襲線索的通告 去到今年1月16日 蘭州警方再次對該案偵襲線索通告 跟上一次不同 今次蘭州警方還跟蘭州市的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通告 通告就說到 因該案被害人騙報全國 且人數眾多 截至目前仍有部分受害人尚未報案 為有效準確地指控犯罪 保障受害人合法權益 依法打擊犯罪行為 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再次向社會 掙扎該團伙 違法犯罪的線索 案件大概就發展到這裡 我相信警方應該有點渣難 因為他都說到 跨大電影製作成本 票房預期收益 引導投資人購買電影的收益份額 實施詐騙 若果沒有渣難應該不敢說這些字眼 對不對 另外也是特別提醒一下香港觀眾 很明顯這個案件裏面 某些電影 那些主演的演員 很明顯是香港很出名的 香港人都可能中招 所以呢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看看這條影片 免得他受騙 是不是 另一件事 叫做 我就不重覆討論案件的案情 很簡單的提出一個大道理 就是 張森比己 有沒有這麼大隻甲拿隨街條 若果你是當事人 你真的有一個 投資回報三到五倍必賺的方案 你會愚蠢蠢走到街 推薦給路人ABC 或者你會去銀行借爆他 你會按了一層樓他 你會借大耳孔 你會走到街上賣了屁股 自己籌錢 去賺那三到五倍呢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情況 所以呢 世界上就沒有這麼大隻甲拿隨街條 那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什麼股票投資人 推薦人那些呢 他推薦個基金給你 你買了 那他又有勇抽 是不是 他介紹你去投資電影 又或者他介紹你去投資什麼公司 那你真的投資了下去 你猜那些老師呢 又有沒有利益收呢 又有沒有好處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猜一下 是不是 如果沒有的話 他做來做什麼 善心 就是這麼簡單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到最後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